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695集 听说他要将聂远清滩末的银两全部还给叙周 程自立二人听得无比的佩服 自古关架收钱容易放钱难 林帅这一举动无疑是打破了官场潜规 还了叙周百姓一个公道 同时照告华苗两家所有乡亲 林婉容沉着脸道 聂远清罪大恶极 所犯罪行沁竹难输 我已向皇上老爷子禀报 聂远清不必压界进京 只等刑部公文一到 就在叙周府外处以激情 乱世当用重点 不能让这狗东西死得太痛快 要对他施千刀万寡 凌迟出此 以警戒后来者 所有叙周百姓都可现场观看行星 林元帅这是动了真怒了 手段虽恶 却是为老百姓铭冤 叙周百姓的好日子真的来了 程自立与张群听得兴奋不已 齐齐抱拳 谢林帅 莫将射就办去 二人兴冲冲奔了出去 林婉容无奈摇头 办得了一个叙周府 可天下有多少个孽远清呢 如何杀得过来呀 除滩乃是天下第一难事 尚在强宝之中的赵征 不知不觉已重担在身 将来不知会有多少头疼的事情 正沉思中 刺得飞快地钻了进来 三哥 快 快 苗寨二长老 给你送喜福来了 喜福 林婉容眨了眨眼 旋即反应过来了 急到 哎呦快迎 空喜 空喜啊 二长老捧着一身 崭新的白苗衣衫 笑眯眯地行了进来 今天是个好日子 想起安姐姐妩媚的眼神 林婉容心里一热 所有的愁绪顿时一扫而光 他笑嘻嘻地迎上前去 躬身接过二长老手中的衣裳 有劳阿叔亲自送喜 在下惭愧惭愧 四德把早已封好的红包塞了过去 二长老笑着接过 老怀大乐 多谢阿林哥了 好事将写 还请你快些上山 圣姑正苦苦期盼着呢 好好好 林婉容乐的嘴都喝不拢了 急忙将那崭新的衣裳换上 这苗装是专为他而做 穿着极为得体 看着袖口呢 象征着白苗的纯洁丝线 也不知怎的 忽然想起了 从应乐物出发 一脸为他换衣时 含羞带笑的娇美俏脸 阿叔啊 我想给你打听一件事 他默默一叹 二长老爽朗一笑 都快是一家人了 还和我见外吗 你有什么事啊 就直接问吧 阿灵哥身份超俗 本事非凡 对叙周百姓 更是爱护有加 圣姑能与他结成姻缘 也算是一件大大的美事 各位长老从抗拒到接受 观念已渐渐地发生了改变 阿叔啊 今天早晨 你见过一脸没有 林婉容压低了声音 小心问道 一脸 二长老摇摇头 没看见他 倒是他爹不一 与我们商讨了一整夜的苗寨事务 天亮方才歇息 阿灵哥呀 你问这个是干什么呀 是一脸将我带到五连峰 这才有了我与圣姑的美好姻缘 我要好好感谢他呀 他可不敢说出 小阿妹为他殉情的事 要让这些长老知道了 还不得找他拼命啊 难得阿灵哥之人图报 二长老欣慰地点头 林婉容穿上苗装 挂好大红 便在震天的炮仗声中 里月齐名 直往那五连峰行去 归吟旭州 缴沙聂远青的告示才刚刚贴出 军联县城内外早已是人头攒动 工榜前挤得水泄不通 所有的华苗百姓围在一起争相观看 兴奋地拥抱欢呼 庆祝的鞭炮仿佛过节一般 从街头燃到街尾 经就不息 老百姓的愿望其实最简单 他们不求当官的能有多大的能耐 只希望你轻正廉洁 公平处事 可是普天之下 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又有几人呢 林婉容看得唏嘘不已 陡然想起赵征的身份 木爵身上的担子又中了几分 快看 阿灵哥 是阿灵哥 有几个眼尖的 一眼瞅到了大红花轿中的林婉容 顿诗声惊叫起来 四面的人群朝水般涌了上来 兴奋地呼喊着他的名字 大街顿时挤得水泄不通 花轿再难行动一步 林婉容唯有从轿中行出 向着四周连连抱拳 鞠躬不已 整个军联县城 刹那间沸腾了 受够了贪官污吏的气 天上忽然掉下个阿灵哥 兴民声杀奸命 除恶霸 旭州百姓想做的事 阿灵哥都一一替他们办了 怎不叫人喜出望外呢 今天是阿灵哥与圣姑的大喜之日 人群越聚越多 欢声笑语震天作响 他的轿子走到哪里 人群就跟到哪里 迎亲的队伍越聚越长 一眼望不到边 武连峰上早已红筹漫天 张灯结彩 看到轿子醒来 顿时礼乐大作 鞭炮齐鸣 所有人高声欢呼 气氛热闹至极 站住 才行到风下 面前忽然现出一帮盛装打扮的苗家姑娘们 红苗白苗青苗花苗 各知细的都有 笑嘻嘻地拦在了轿子面前 似得机灵之急 急不赶上前去 陪着笑道 各位姐姐 时针不早了 还请诸位行个方便 早先放我们上山吧 别让圣姑等太久了呀 她说着话 手里的红包 一个接一个的塞 姑娘们接过红包 揣进怀里 嘻嘻笑着道 想取走我们的圣姑啊 哪有这么容易 快叫阿灵哥下来说话 答得好了 我们满意了 才能放她上山 要不然 圣姑今晚就要独守空房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迎亲遇上蓝道的 那就只有受人摆布了 林婉容急忙下了叫 笑着抱拳 各位阿姐阿妹啊 叫我有什么事吗 诸位咪猜上上下下打量她 忽然有一个花苗的小阿妹 眨了眨眼 娇声道 阿灵哥 你喜欢我们圣姑吗 当然了 林婉容极为正经道 我喜欢圣姑 就像云彩 迷恋天空 阿灵哥的情话好动人哦 可是光说的好听没用 除非你把这个吃了 我们才能相信你 花苗阿妹嬉嬉笑着 她扬起手中一个尖尖长长的火红小辣椒 脸上满是得意之色 阿灵哥呀 这是我们苗寨独有的朝天娇 连最勇敢的弥多 一天也只能吃下半个 还要喝下三桶的水 二长老善意地提醒道 林婉容吓得脸都白了 这群小阿妹 红包照收 难题照出 霸道知己 简直就是要我的命啊 怎么 不敢了 那你可就上不了山了 见她犹犹豫豫豫 苗家的姑娘们顿时纷纷起哄 笑声响成一片 似得紧张兮兮地凑到她身边 三哥 怎么办啊 这是在苗乡 她要迎娶的是苗寨的圣姑 还能怎么办啊 认了呗 林婉容愤意咬牙 好 我吃 她大步踏上前去 自那花苗迷猜手中 接过尖尖的朝天娇 花苗阿妹眨着眼 神秘笑道 阿林哥 你要想好了 这个可是很霸道的 吃了它 只怕你肚子会痛上三天三夜呢 肚子疼总比心疼好 我今天要上不了山 安姐姐还不心痛欲绝呀 她牙齿哆嗦半嗓 终于心下一横 抓起那朝天娇 就塞进了口中 方一入口 便觉不对劲 这小辣椒 清脆可口 香甜至极 哪有半分霸道模样啊 原来是个只老虎 上了这些丫头的当了 阿林哥 你真笨哦 姑娘们的欢笑声 充斥着耳边 过关 林婉容大喜 正要从人群中迈过 一个红苗的迷猜 飞快地拦在了她的面前 林婉容抬头扫了眼 顿时惊了 子彤 怎么是你啊 想上杀 哪有这么容易 有人叫我问你两个问题 答不上来 我也不可能放你走的 子彤哼道 林婉容心里扑扑直跳 声音轻轻地发颤 你是说一脸 子彤扫她几眼 不满道 你管是谁 只说你答还是不答 答 当然答了 林婉容忙不迭点头 这还差不多 子彤微微一笑 面色稍缓 第一个问题 昨夜你放的花灯 为什么会飞上天啊 那飞天灯笼的神奇 乃是众人亲眼所见 也不知阿灵哥师的什么魔法 子彤这一问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心神 这个嘛 其实很简单 我们日常生活中 只要多多观察 就可以发现这个奥秘 林婉容微微一笑 焦了铜油的灯线燃烧之时 灯笼中的空气就会受热膨胀 气压减小 空气呢 变得比外面稀薄 重量自然也随之减小 所以它就飞起来了 这个道理 在她说来简单 众人却是半信半疑 这样就能造出飞天的灯笼 未免太过于简陋了吧 林婉容也不多加解释 正色道 真知来自于实践 各位兄弟姐妹 如果不信的话呢 也可以照我那样 坐机站灯笼试试 到时候一定会有意外惊喜 子彤沉思不语 眼光却偷偷往人群中打量 林婉容早已注意着她 顺着她目光望去 一个娇俏的身影 在人群中闪过 转瞬就消失不见了 一脸 林婉容差点跳了起来 是她 一定是她 一脸没死 她又喜又急 正要跳进人群去追她 子彤却笑着拦在了她的面前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 这飞天灯笼 总有人会试试的 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我们苗家的上刀山 历来只有尊贵的法师才能使出 阿灵哥 你是个画家人 怎么也能做到呢 这个问题更加扣人心弦 阿灵哥爬上三十六级刀山 乃是众人亲眼目睹 无法作假 谁都想知道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秘 子彤一声问出 四周顿时寂静无声 无数双眼睛紧盯着她 期盼着她的回答 林婉容眼珠一转 嬉嬉笑道 这个问题嘛 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 最好找个人来 亲自做下试验 我来 子彤一咬牙 自高分涌道 那可不行 林婉容缓缓地摇头 爬刀山也是有规矩的 谁提的问题就要由谁来试验 那样才能灵验 她打的幌子 真假难辨 子彤一时陷入为难之中 眼神不断地往人群中打量 林婉容神目如电 望见人群中那双亮晶晶的明眸 顿时欣喜若狂 那女子瞧见她的目光 惊慌之下正要逃走 却觉身子撞到一扇宽大的胸膛 阿哥那熟悉的声音带着颤抖 在她耳边响起 这次看见往哪跑 伊莲 你这可不能怨我 是她自己找到你的 子彤嬉嬉笑着拍拍巴掌 跳到二人身边 阿玲哥 你就拿她做事业吧 我们伊莲很愿意的 阿姐 少女轻撑着开口 红霞满面 活蹦乱跳的小阿妹 就站在眼前 安姐姐果然没有骗我 就不知她说的处置 到底是怎样的刑罚 林婉容轻轻望着她 叹息一道 唉 伊莲 你怎么那么傻呀 这一句话 就只有一连能听懂 少女抬起头来 默默打亮了林婉容一眼 忽然展颜一笑 双眸水雾蒙蒙 你想知道 这爬刀山的秘密 林婉容无声握住她的手 感受着她温暖的掌心 伊莲娇躯轻颤 忽然泪如泉涌 用力地点头 林婉容爽朗大笑 那好 今天我就让伊莲小阿妹 真真切切感受一回 这上刀山的滋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